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他曾经在这场赛事有出色表现 之后来港就杨威一里錦标 冠军车手,赛事再添冠军 同样来自日本的重赞火星 是赛事中最年幼的赛区 这匹三岁马,6次一里,5次奪冠 在今届NHK一里赛 即使直路遇到碰撞 仍然保持竞赐赢马 首次远征可不可以发挥实力创出戒绩 又立刻看牌位表 迎界马王美丽全城 就排到中档,五档起步 冠军车手刚才也提过的 一里冠军赛和安田纪念赛的盟主 连达文跑他就排着三档起步 另一匹日本代表波斯剑炮 赢了一段时间没赢了,排着六档 夏威夷,上次二级赛的赢马 十档,品德高尚,莫雅二档 佳应之星这一档对于他来说 其实很好跑 看看这次会不会顶回美丽全城的头 还赚火星这匹三岁马 都不要忽视他,排着四档 朴素姆,九档起步 这场赛事的主要话题 相信都是离不开 马王美丽全城是否从此滑落 已经连输了两档 而且两档都曾经输过给夏威夷 是,我自己会觉得 作为一只已经转了七岁的马 真的没可能长期处于高峰 所以季初那场 一复出在这个庆典杯破纪录 赢了1400米之后 是真的需要回的 其实你看回当年郝巴巴 第三次赢一里錦标之前都是输的 你可能长长都会赢的 但是他回一回 令到大摩在训练上吹谷 是否没什么压力 就是放松了 不用一个长连接和包袱 但是这次放松去做 会令马王重拾高峰 都未必没可能 但近两次就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马出来 是沙券真的玩你的情况 甚至买头买计的情况 是比以往多了很多 上次已经叫自己可以走在前面 但是回来已经没有了他的第二段加速 尤其是入彎那段是他的杀爵 是的 还要被嘉应之星过回 因为嘉应之星之前都被他搞了一段 早段被他抵了出去外叠 夏威夷是怎么看的 好像越赢越轻松 前一次已经追过了他一次 上一次赢的时候 姿态更夸张一点 还有前面我相信 继续都是会有嘉应之星的 又不会太担心披星的问题 那问题是他们怎么互动 因为这次嘉应之星就举了贴栏 现在美丽全城 就似乎我们看这两场 如果在嘉应之星的内側 或者他自己贴栏 都不太好 但是这次是反过 嘉应之星因为内档 会不会 反正都不好了 不如让你先走 我跟着你 因为美丽全城是可以这样跑的 而且也是跟到这样 在转弯那里试一下走 因为这次不用让榜 很可能会出一些招 不过就毫无疑问 我们所有的港队代表 都一定有他的隐忧 即使夏威夷 他最擅长都是二级赛的 始终还未是一级赛的盟主 而对着一群可以说 外来的对手 尤其是日本代表 都非常之强劲 包括还有今年的春秋一里制霸 那只冠军车手 这只马 我都自己觉得挺深不可测的 上次一里冠军赛的表演 波斯剑客也是同场 当时蜂蜜又停赛 换了池添谦一 结果发挥上 一直没问题 咬着靓位 过旁边那只野田 有家也是很好的马 他好像比我们在安田纪念 不见了时更厉害了 甚至有大把在手 就是刚才这样的姿态 对啊 他忍到最后几步 结果搞定了 迟迟 其实他到最后拿一条鞭 赢了 只推之下 都过了 不过在安田那一场 最初真的不是看得到很高 有行目 对啊 有行目 所以回来 他赢了少少 赢了那只太空运石 但刚刚到一里冠军赛 就显露到他那种霸气 真的只推的情况之后 可以这样赢 似乎还没看完底牌 还有他以往都真的 没配过外籍大师傅 这次放到连达文 信心就加强更多 可能上次呢 原来停赛 这样换棋才没什么问题 不如今次再换个勁一点 对啊 这个是福将来的 还有呢 一里冠军赛 近年的三甲马 你弄些满乐时的那些 都看不到的 所以这一批 我相信 都毫无疑问 是我们港队的勁敌之一 不过 日本代表说 不止他一批 还有些朴槽 无话 还赚火星 这场维多利 结果跑出来 破记录时间 1分30秒 五东京赢马场 跑完这场之后 大件事 原来那只马骨裂了 打算要长头 没有半年 只要一年 打算休息 很厉害的 看了五个月都不够 奇迹康复可以 结果呢 跑完这场就赢完 休息一休息 出回来赴富士錦标 这次呢 又是了 继续都是李莫华 其实这一马呢 在三岁我们转播的女王杯 已经是很就触目的一只马 可能路程不长一点 结果缩回来是OK的 但我觉得现在这马来到四岁 不要说跑1600 我觉得就算跑香港杯那场 都够跑的 但他选择跑1600 当然日本队自己有勁马 港队也不弱 他应该是受幸目影响的一 遮着 可能他也是跑二线 我都怀疑 不过就如果你说这两只来计 我自己其实都会觉得冠军车手 那个证明真的会多很多 因为你要赢到一年里 赢到春秋一里的话 真是不简单 我们满乐时可以做到 其实你说再数之前些什么呢 比如大黄主将 又或者再来些大树快车 要去到这些级数的 按外力数码 是买在小栗帽 是去到这些级数才行 所以我自己觉得两只要比较 级数都依然是冠军车手 来到香港之后 看他的课操练 真是大胶 我想真的吸引到不得了 是 不过是有少少八卦的 走过看台前 摔起头要看着看台 但这些小问题 我相信真的 下场跑的时候 应该集中得到 其实还赚火星 我们都可以说一下 来到香港看他 不算特别很吸引眼球 不过算是走得挺爽 走得挺轻身的 他这个状态应该都有些水准 问题就是 会不会大一年再好些呢 现在只是三岁 赛绩上也似乎比不上冠军车手 就暂时这么看 日本马以外 还有其他外队马 就是司徒得着事训练的品德高尚 我们在月亮直播赛事 见过他 在叶芯打比大赛人 他就不是跑叶芯打比 他就跑大奥物赛 这样也赢了 这些赛事的水准 今次抽到好档有莫雅 其实见到他这样跑 都是在后面追 这个档位其实都可有可无 不过就 回来赢是轻松的 这一场都 里面有个中之如一 当时也是莫雅跑的 那你见过他 如果跑一里 他自己本身跑了四次 就没脱过 两分一个第二 一个第三 只不过你称个水准 他经常都是六个马的场合 是小的 是小的 全部都不算很高 赛绩水准的赛事 来到这样挑战香港 就有点难度了 好了 又是时候了 我们选择初选 初选都要日本的固军车手 刚才看过的片段 也真是厉害 真是想不到在安田的时候 都爆得起 但是然后建制卖有进步 如果拿了野田邮契 做一个指标 那也算不错了 所以回来 如果来到香港 选择得这么好 操练也这么正常 都是选择他走投 日本另一只 朴素无华 这只马 我觉得他这么快 即是能骨折好 又赢得到 他的斗心 本身一定是很厉害的 马来的 今次有李无华 虽然没有项目 都有这只马女 都是一只挺厉害的 看看今次 可以跑多少 虽然马女 赢了这场 对上一只入平线很久了 我自己又回去 香港马王 美丽全城 秋宏当 都挺开心的 因为你再给他一二档 去掌握他 就只会是笼巧反绝 这个五档 可以很主动的跑法 我相信 不会有些什么 特别再塞 我想如果他不是说 硬硬硬迫加映之星的话 应该有机会 两匹都受益的机会 是 当然 夏威夷叹了十档 就是怎么跑 其实有些担心 都会 因为究竟加映之星 和美丽全城 怎么互读 我们不知道 如果两只大家都按慢 他可能会吃虧 但始终是当起 还有这些马 跑打比的时候 他都捱过十四档 一样可以冲到上来 不敢说 一定是头马最好的选择 但应该以他现在的勇态 赢不到也好 他二三名应该做得到 想就这样想 希望他都可以 憑着勇态做得到 好了 三场赛事讲完了 下一节回来到最后一节 就谈出马最少 但是名誉最高的 香港配